二零 嗨 大家好 我是Easy 嗨 大家好 我是韋德 我們兩個很久沒有再次同框 因為以前 只要是之前同框都會在日本 或是其他的國家 大家如果有看之前的影片就會知道 我們兩個其實在去年就正式的成立了工作室 包含像是室內設計裝潢的部分 然後還有我影像製作的部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開始囉 工作室初期呢 也就會跟一般大家的工作一樣 需要有一些像我做事類生計 就是需要有一些圖面 客戶彈圖啊什麼的 所以還有我們像 我常常會跟一些業主會彈的那個 比如說像合約啊 或是腳本的部分 都是需要大量列印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印象太深刻了 你知道有一次他為了趕明天要出圖 因為他常常就是 畫圖畫到半夜 對 然後又要印圖出來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喔 我們還沒有買印表機 然後那天他就晚上1點多 然後跑到7-11去印圖 對 超激烈 很像 半夜在玩折飯堡 就是去印完就發現 好像又有圖沒印到 然後又跑去再印 我覺得整個時間成本 因為我們這樣會 因為這個列印的關係 時間被切成很碎 就一段一段一段 沒有辦法完整去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件事情 就一定要解決 那個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想花一筆 這麼大的費用 去買一台印表機 不能說很貴 但是其實也是一筆費用 就是 以小之主來說 拿出來也是蠻痛的 而且你知道 平常的也列印超貴的 對 真的很貴 所以我覺得我們依然覺得 下地決心 我們決定要去買一台 厲害的小之主印表機 CP值稿的 這時候我們去看了很多的地方 我們跑了有燦坑 然後還有跑了哪裡 光華商場 喔光華商場真的是 我們每家比較耶 我們真的是 我們就是繞了一大圈 就是整棟一家一家慢慢看 做了好多功課 我們比較了很多間之後 然後想了幾天 最後決定在那個 PC Home 上購買這台 Absen L5590 高速雙網傳真 智慧遙控 連續光幕印表機 對 這個算是 我們現在工作的一台 神助手 那對於印表機來說 基本的功能應該都會有 列印吧 這是一併的吧 沒有不能列印的話 何謂叫印表機呢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 比如說可以掃描 對 掃描 傳真 現在沒有人在傳真了 很少很少 對啦 可是 基本上印表機都會有這個標配 喔 對 這三個是基本上印表機的標配 不過這台 L5590 還有一些我覺得是 我自己滿喜歡 而且我覺得它是一個 進化版的印表機 就是有跟上我們 現在時代的潮流啦 一些智慧裝備有做一些連結 對 那我們會選 L5590 這一台其實 也是因為我們家的空間 其實非常的小 空間要放的桌面沒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最後才選擇它 對 然後就是無線真的很方便 現在都是無線時代了啦 對 對啊 它雖然 這一台 L590 它同時提供兩個網路的方式 一個是有線連接跟無線Wi-Fi 都可以輕鬆的操作 對 你可以很多台電腦共用一台印表機 相處於同一個Wi-Fi的話 它就是共用一台印表機了 沒有錯 我們就直接丟檔案 就可以直接列印 這是滿方便的 在印表機上面 它也內建了一個 1.44吋的顯示面板 然後我們可以輕鬆的選擇 我們想要操作的功能 其中 Epson 5590 讓我跟韋德非常熱愛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它跟新一代的L5590 跟上一代比起來 它的噴頭整個大進化 因為如果韋德要趕合約 列印要給客人的時候 超級的急 但它的列印速度 整個提升了快50% 每一分鐘可以黑白列印15張 那如果說彩色的話 也可以印到8張 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不只是列印的速度 在耐用程度上 也是我們兩個非常考慮的一個原因 那這一次的Epson 590 它的列印張數 從3萬張提升到5萬張 整個超級大進化 而且它也支援了自動靜止器 但如果說你要更換廢墨盒的話 其實也不太需要再送回 回中中心 可以自行更換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棒的原因 可以大幅的改善 使用上的不便 跟時間的成本 非常的重要 再來是讓我感到非常滿意的功能 就是Epson 這一次 如果說你在家裡工作 偷懶 看電視打電動 打...遊戲 欸那個會計師的資料啦 我在看哈哈台啦 快點去幫我印 我跟你講我用Epson Smart Panel 我就是不想離開 忽然想要列印廠商的資料 但此時此刻 我就是離不開電視 那該怎麼辦 你只需要透過手機的Smart Panel 就可以快速簡單的處理各種功能 你只要把你的檔案 丟到這個Smart Panel裡面 就可以在遠端直接列印手機 完全不需要等待 Epson Smart Panel呢 就可以快速在遠端 只要在這個Wi-Fi的環境下 就可以快速列印 你想要的文件 還有任何你想要的資料 那你是不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選他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 我跟你講 我真的沒有想到印表機 會隨著現在的智慧科技而進化 它我們最喜歡的一個功能原因 就是用LINE下去傳文件列印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個功能會這麼的強 我的專屬 我的印表機有一個專屬的LINE 它因為這個LINE綁定了這一台的印表機 所以你可以隨時透過LINE去列印你的資料 那這個跟網路的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隨時隨地在外面 然後就好像親了一個小助手一樣 就直接在家裡直接幫你列印 有時候你可能人在戶外 你根本沒有辦法在同一個Wi-Fi下 那這個時候LINE就是可以很強大的 你丟檔案 就一樣可以在家裡下去做列印 因為它透過雲端然後傳到LINE 然後去連接到我們的印表機的部分 這個功能我滿喜歡的 就是不管你在室內同一個Wi-Fi的環境 或是你在室外 都可以去做列印 那我們在光畫商場裡面 就拉扯了很久 就有關於到底要雷射印表機 還是噴墨印表機 我那時候真的糾結了很久 因為那兩個費用其實懸殊真的滿大的 對 因為雷射印表機的價格 已經接近於我們去便利商店 影印的價格了 真的滿貴 一張比如說像是黑白的 可能要快兩塊錢 對 然後彩色的話 雷射大概快九塊錢 其實真的滿貴的 那最後我們最後選擇的是 連續公佈印表機 Absen這一台 我跟你講Absen就是出了名的省錢品牌 那針對於如果說剛創業初期的一些公司 行行或是在家裡 其實我真的覺得Absen的這一台 其實是滿不錯的 對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換算一台 比如說黑色 因為他墨水一罐 黑色三百五嘛 然後他 黑白的可以印到四千多張 真的滿多張的 然後彩色的 好像可以印到七千多張 那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在 那時候比較他牌的 同級雷射印表機 在黑白的碳粉 大概是一千八百多 彩色大概是兩千多 大概都是這個價格 上下 那一個碳粉夾黑白大概可以印一千多張 彩色大概可以印到八百多張 但是他的成本其實就足足貴非常多 因為他這樣平均下來 一張黑白大概1.7 1.8左右 那彩色的話更快要到九塊錢 其實價格真的是差滿多的 他真的是可以印到超級多 以我們每一天 我覺得講一個數字好了 如果說我們常常會印合約 印出圖 印給客人看的東西 所以出圖的量其實蠻多的 就是可能一次就出 他一次出將近可能幾十張 對 我們一個月抓一包 一包A4值五百張 我們一年十二個月大概六千張左右 其實他的那個價差就差到非常的多 我們一年比較下來 其實黑白的成本列印 大概幾百塊不到一千塊 對 那如果你彩色的話 一千多 一千五一千六左右 其實價格滿平的 但如果說一模一樣 用雷射 我跟你講很扯 我這樣就要快五萬多塊了 這麼貴 雷射噴墨的那個算下來的耗材金滿貴 然後就這樣一年就差得快幾萬塊 嗯 然後不包含那個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用雷射的 他包含如果說有時候損壞的那個感光骨 然後還有一些耗材等等 那個感光骨一根就是一千二還一千六 我覺得那個這個費用超級驚人的 對 我覺得Apson很強的就是 他真的是為我們這些小資族 算是 很用心的在做各方面的設計啊 跟耗材的部分算蠻有心的 如果想要好好的省下一筆錢的話 在這一方面的開支 Apson真的是算是我們幫我們勁打細算了很多很多 反正這總結下來 Apson的這個印表機啊 嗯 就是很節能 然後又省錢 對 這算是一個節流的一台印表機 而且算是對於我們來講非常方便 因為它 有省勢 對 因為它可以用Line 可以用Wi-Fi 自動靜止 然後等等的方式 然後用我們 因為我們兩個不同的空間 可以共用一台印表機 算是我們現階段用得非常滿意的一台印表機 嗯 我相信看到這邊的你們一定對這台印表機有興趣喔 我自己是還好 當初我們選的就是這台Apson 559 也斷句可不可以快一點 我以為你說還好 這台是真的滿喜歡的 那 看到最後呢 我覺得還是要給大家一些好好的優惠 對 如果說你購買Apson 就是這台L590呢 另外再加購一組墨水的話 它可以提升保固來到兩年的時間 那我買兩個墨水勒 你以為在 菜市場賣菜喔 如果說你買到兩組的墨水呢 Apson會直接提供到三年的保固 那我覺得三年保固這個真的是很需要 因為如果大家有用3C產品的習慣 大家一定都會有用到 比如說像是手機啊 iPad平板電腦這一些 你有沒有發現它們好像有點心機 就是通常在兩年內都不會有事 但是一過了兩年 喔 不得了 什麼問題都跑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Apson這次送三年的保固 算是真的有心 三年真的滿久的耶 而且你知道它第一年你要送休的話 它是道府接送喔 算是很用心的一個 道府服務算是不錯 對 以上呢就是我跟韋德最近這一陣子在用 Apson高速雙網傳真 智慧遙控連續公墨硬錶鏡 我覺得值得值得 這個硬錶鏡我自己是滿喜歡的 然後也希望可以給現在選 現在你們想要選硬錶 因為現在不只是可能有些人在創業 台價過完之後 農曆春聯過完之後大家就要開學了 有些學生可能在家裡也是需要列印的東西的話 這一個爸媽 現在就是 現在 現在就是你搶下這個優惠的最好時機 對 也可以給爸媽媽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是除了學生上班族 或是在居家工作的 嗯 自由業者 大家都滿不錯的一台Apson選擇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好啦 影片到最後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不要忘了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Ishytbc 還有韋德的Instagram WD WOD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quanto کے節目 Katta 阿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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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d 呃 靠 靠